哈喽各位朋友们 今天这款车我不知道你们在车展上看没看到 在这个新能源时代一直都在卷这个MPV的时候 这台红旗HQ9的PHEV版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 来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首先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前脸的外观啊 直铺的这个进气格式案 再加上它这个可以发光的logo 再看这个前脸的大灯啊 有一点点像我们古时候的英雄的这个眉毛 环统的这种鹦鹉的这种气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侧面 整个侧边它的这个漆面的颜色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是一个紫弹色的一个漆面 紫色当中透着那一点点金色的那种底蕴 整个车身的设计都是非常符合我们国人的审美习惯 来看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 就是十全十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面啊 整个的这个车的尾部 四平八稳 再加上中间这一笔 你会感觉尤其这个曲线 它特别像是什么 像是书法的 一笔 有没有 当你拉开看整个车身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台车只有棱没有脚 这就是把我们国人儒雅和这种大方的两种气质 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感受一下 大气的设计就会有大气的空间 整个车长五米二 轴距三米二 这是一种神秘的感受 来我带你上车试一试 坐到车内啊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空间真的非常的宽敞 来看头顶 这个距离 然后再看这个天窗 它的这个透光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再坐到这感受一下啊 这个整个座椅上面都是NAPA的真皮 这个座椅呢 其他的NPV车型该有的 它也都有 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 而且这个按摩还是一个热食按摩 它跟你充气的按摩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按摩呢 其实比充气的按摩要更实 更有力量 那好的按摩必须得躺下按的 对不对 别着急 我给大家躺一看 车坐着舒服不行 你得开起来坐着还舒服 这才对 是不是 这台红旗HQ9的PHEV版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它的底盘悬架坐得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舒适 它前面会比较灵活 但是坐在后排的时候 你的晃动感 你的急加速急减速的时候 都会让你牢牢的贴在这张椅子上 你甚至都感觉不到震动 这种感受非常的刺慌 而且还有一个我认为 特别细致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不难 就是整个这个座椅 它是有一点点向内衬的 当这个座椅稍微有一点 向下倾斜的时候 你的坐姿才能卡得住 就这么一点点小的设计 很多新能源的车型 其实是做不到的 这台红旗HQ9PHEV版本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坐在二排特别踏实 说完二排的体验感受 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 这个驾驶感受 我个人认为 MPV的驾驶感受 其实不应该太猛 但是这台红旗HQ9 搭载了2.0T的发动机 和前后双电机 它的双电机完全就是为了 在低功率下保持更大的扭矩 让整个车身更稳定 而这个2.0T的发动机 又表现的非常平顺 这么强的动力全是为了 让它的扭矩更大 加速更线性 这种感受好像又回到了咱们开始 说外观的那一层 大气如雅 它一直有充沛的动力 但是它不需要过分的张扬和暴躁 这才是一个领导的 MPV该有的感受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台车的续航 纯电续航73公里 综合续航里长833公里 而且这台车的综合油耗能做到2.2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因为这台车搭载了一个四勤八膜的动力系统 2.0T的发动机加两个电机 再加一个电力回收的电机 一共四个电机 这样的动力模式 让你可以有八种功耗模式 来优化你的能耗和动力 最后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 这台红鞋HQ 就是PHEV版给我带来的感受 它完全的阐释了它的官方slogan 什么叫带万物以和 霸气的外观设计下 又带那么一丝丝儒雅的气场 不管说从操控 还是从底盘设计 还是从内饰的设计 它都给你阐述了 什么叫东方的豪华感 如果你喜欢这台车 也欢迎你到门店试驾 那么这台车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样 也期待你的尝试